中越战争密文 中越战争密文 第三周后才攻下亮山 亮山作为越南连接南北方的最后一道屏障 再往南就一马平川 无嫌可受 越军在亮山一带偏死抵抗 三月一日 越军从河内赶来增援的首都防卫军 精锐第三百零八师 向亮山展开反击 竟使用化学武器 据战后老兵回忆到 亮山战役中 越军使用了大量化学武 即使突扰乱我军攻击分队作战队形 以力气防御务力 对我军的攻击部队进行杀伤 逼迫我军将士戴上防毒面具 以达到消耗我军洗力 妨碍其战术的阴险目的 不过也有零星迹象表明和资料显示 越军所使用的还有活性生物武器 这种武器的实际危害程度 则远超化学武器 而且对我军事器也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中越战争的胜利 有效缓解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 结束了中国的在世界上的孤立局面 顺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